陆寒一探退出跑男,节目组请来了他,杨颖全程黑脸。 这个夏天渐渐的已经快过去一半了,在这个夏天里可以说有不少的综艺节目。 像最近正在乐播的《中国好声音》、《换月之城》、《中餐厅2》等等都是非常受欢迎,尤其是《换月之城》更是话题性十足。 王妃在《换月之城》中担任主持人的一个身份,而《换月之城》也是王妃的一个综艺首秀,让粉丝们更是惊喜不已。 虽然最近热播的综艺都是非常的红,但在这个夏天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跑男,跑男已经和我们一起奔跑了六季了,在这六季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位成员的成长和变化。 当然有好的变化就有不好的变化,陈鹤的变化是最让我们担心的吧,体重也是不断增加啊。 而陈鹤也是被网友们调侃,奔跑不是减肥吗?你咋越跑越胖呢? 同样我们看到变化的是陈鹤,从刚开始来那个勉腆礼貌的偶像男生,现在已经变得时不时就开玩笑,做一下非常没有偶像包袱的动作。 大家都知道陈鹤和陈鹤的关系是非常的好,而从陈鹤变得这么更有综艺感来看,没少受到鹤哥的熏陶啊。 在跑男爱情公寓哪一期中陈鹤一看退出,对于哪一期可以说是陈鹤非常重要的一期,好兄弟陈鹤却缺席了相信陈鹤还是有点不愿吧。 不过节目组却请来了陈鹤在爱情公寓中的一位好兄弟,他就是孙艺舟。 看到孙艺舟来了,相信让我们不禁又回忆起这对聊机组合的酒吧。 陈鹤一看退出跑男,节目组请来孙艺舟后杨颖似乎不太高兴了,两人整期节目几乎没有交流。 尤其是在两人分成一组开车前往下一个游戏地点时,虽然李金明和杨颖聊得火热,但孙艺舟却几乎是默默地坐在角落不说话。 就算两人会有对视,但看着也是很尴尬。 据悉是两人之前在孤芳不自赏的剧组是有些误会,在拍摄完后杨颖休息,喜欢比较安静的环境。 可住在他隔壁的孙艺舟却喜欢休息的时候放音乐解压,结果吵到了正在休息的杨颖。 对此杨颖可以说非常的不开心,当然估计孙艺舟也不知道杨颖在休息,结果直接电话找了酒店投诉孙艺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件事可以说两人都有点不愉快吧,所以两人在跑男中才会这么的尴尬,而杨颖对于孙艺舟在那一次中印象可能也是有些不友好。 看了哪一期的网友不少都觉得杨颖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这样,毕竟孙艺舟好不容易上一次跑男。